樱桃在母亲节给妈妈写了一张贺卡 小丸子很感动 我很想告诉樱桃 你知道吗 你在第一个月 妈妈不知道你的存在 还在吃烧烤 你第二个月 妈妈发现你了 把留了十年的长发剪掉 因为考虑以后 没时间照顾他们了 你第三个月 妈妈去医院给你建党 还顺便报了胎脚班 你第四个月 妈妈再也不吃了 你可知道她是个湖南人 她改成了所有对你有益的食物 你第五个月 妈妈离她腰围不到二尺的日子 就越来越远 你第六个月 妈妈半夜经常被你提醒 开始跟我讨论什么时候买婴儿床 你第七个月 妈妈学会了所有能顺胎胃的操 妈妈的鼻头变得越来越圆 脚变得越来越重 你第八个月 妈妈放弃了追剧 每天对着你唱歌说话 你第九个月 妈妈把家里的空气和水都加上了过滤器 第十个月 我们见面了 你生的那天 妈妈也诞生了 从此 她的生活都被你的哭 你的笑塞满了 奶奶 今天是你清洁 我要送你的礼物 我要谢谢你 好漂亮的康奶鑫啊 你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来说 你来说